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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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再赐给我们机会 我们一起来读祂的话 我们今天还是继续 在主的面前来读旧约圣经 小先知书里面的拿红书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拿红书第一章 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五节 我们来读拿红书第一章 第九节到第十五节 你你为人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 他必将你们灭绝静静 灾难不再兴起 你们像虫砸的金鸡 像喝醉了的人 又如枯干的碎阶 全然烧灭 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 图谋邪恶 色恶即攻击耶和华 耶和华如此说 你你为虽然势力充足 人数繁多 也被剪除 归于无有 犹大 我虽然使你受苦 却不再使你受苦 现在我必从你景象上 折断他的恶 扭开他的绳索 耶和华已经出令 指着你你为说 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 我必从你神的庙中 除灭雕刻的偶像 和铸造的偶像 我必因你卑露 使你归于坟墓 看哪 有报好信 传平安之人的脚 登山说 犹大 可以守你的节期 还你所许的愿吧 因为那恶人 不再从你中间经过 他已灭绝尽尽了 我们说过 拿红书 是神借着先知拿红 向他的子民 所说的一段话 把他记录下来 当他的子民受到 敌人 亚述帝国的逼迫 欺负 当他的子民 遭受到许许多多的难处 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 神来安慰他们 神安慰他们 就让他们认识 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 神是那一位 爱他们 以至于嫉妒的神 神是那一位 会报应 恶人的神 神是那一位 对着世界上一切的不公平 不公义 会发脾气的神 神是那一位 良善的神 这一位良善的神 他对着他的子民 非常的慈爱 他是他们的保障 是他们的安慰 是他们的保护 同样 他也是对着一切抵挡神的 他要把一切的邪恶 都除尽 拿红不只是让他们认识 神的良善 先知拿红更多的 要帮助神的子民认识 神是一位 有目的的神 神做任何的事 他要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在今天我们所念的 这段圣经里面 神就借着拿红告诉我们 神对着尼尼威 神要做什么事 神的目的在哪里 神对着犹太人 就是神的子民 他要做什么事 神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第九节说 尼尼威人 射何谋攻击耶和华呢 他必将你们灭绝尽 灾难 不再兴起 弟兄姊妹你知道 尼尼威人 就是亚述帝国他们的军队 当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 他们是一边出去打仗 一边他们就呼喊着 许多他们所拜的那个 偶像的名字 然后他们用着这些偶像的名字 就来嘲笑 就来辱骂 他们所要攻打的这些国家 他所拜的神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的神比较厉害 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有力量 可以把这些 抵挡他的国家消灭 神在这里说 尼尼威人 为何设和谋攻击 耶和华呢 所以当他们来打 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没有 把以色列国的 这个耶和华 这个小小的 这个民族的神 放在眼里 他们 设什么样的谋 来攻击耶和华呢 那这一段呢 我们如果看 在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36章37章 历代字下32章 以及列王记下18章19节 那里都有记载 都有记载 那么在那里 神借着先知 对着亚述王 他说什么 你辱骂谁 你挟赌谁 扬起身来 高举掩目 攻击谁呢 乃是攻击 以色列的圣者 这是以赛亚书37章22节 你坐下 你出去 你进来 你向我发念路 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念路 又因你狂傲的话 达到我面前 这是37章29节 诗篇第二篇 一到二节那里说 外邦为何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第四节到第五节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辞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灭路中惊吓他们 弟兄姊妹 当你去读旧约的那段记载 西尼 尼尼威人他们怎么去欺负神的百姓的这段故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们是嘲笑以色列百姓 他们是欺负以色列百姓 但是神却说 他们是辱骂谁呢 神说他们是辱骂耶和华的自己 这是为什么神问他说 尼尼威人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 尼尼威人并没有攻击耶和华 他们是攻击了耶和华的子民 但是在新约圣经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告诉我们 你们将这件事 做在你们弟兄中最小的一个 就是做在我的身上 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一方面是说正面的 当我们把好的事 爱心中的事 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 是做在主的身上 同样的 但我们把不好的事 不应该做的事 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 也是做在主的身上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非常小心 我们不要随便批评 也不要随便欺负 也更不要随便攻击 神的儿女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是在攻击神他自己 这是很可怕的事 你知道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人真正最大的罪 是判逆的罪 你看个小孩子一点点大 他就会判逆 我们没有一个人 愿意听神的话 我们都是想尽办法 设计各样的虚妄的事 就是要来抵挡神 那弟兄姊妹 你记住 叛逆 是我们儿女生命中 非常可怕的东西 所以我们从小 要帮助我们的儿女 学顺服 叛逆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中 非常可怕的罪 所以我们自己要学顺服 一个人如果可以在家里面 一个人如果可以在教会里面 一个人可以在他工作的场合里面 慢慢地操练顺服的品德 能够对付自己这个叛逆的你 这个人在神的面前 他所能够蒙受的福气 就越多 当神在这里宣告说 宁宁为人啊 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 他在这里告诉神的百姓 当神的子民受到仇敌的攻击的时候 神说这是攻击他自己 这对着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而言 这是非常大的祝福 因为任何一个攻击神的人 他的下场都是非常的可怕 你注意第九节和第十五节 神都在这里说 要灭绝尽尽 灭绝尽尽 不再有了 完全彻底的解决 这里说 你们像虫杂的金鸡 像喝醉了的人 又如枯干的碎街 全然烧灭 你们像虫杂的碎街 你们像虫杂的金鸡 像喝醉了的人 这个是指出他们的特点 而最后要全然烧灭 是指出他们的结局 金鸡 弟兄姊妹还记得吗 金鸡不是神原来创造里面 所有的 金鸡是人犯罪以后 地才生出来的一个东西 是犯罪的后果 金鸡是一个受咒诅的产物 我们想一想 金鸡有什么用 有谁去欣赏过金鸡花 有谁用金鸡做家具 金鸡的材料 连烧火都不好用 金鸡只有一个用处 就是会刺伤人 金鸡只有一个结局 就只能够丢在火里把他烧了 圣经里面 就用金鸡来形容 这一些抵挡他的人 不信主的人 其实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 就是金鸡 我们就是会跟伤害别人 我们谁跟我们精进 我们要伤害谁 这是我们堕落天性的本质 就像荆棘一样 虫杂的荆棘 虫杂的意思就是 残累在一起 纠缠不清 哎呀 弟兄姊妹 这个形容真好啊 因为纠缠在一起 就会彼此刺伤 因为纠缠在一起 搞不清楚谁对谁错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当你遇见一些朋友 他们夫妻中间吵架 有难处啊 彼此哭啊吵啊 闹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 你要帮谁都很难 因为搞不清楚 谁对谁错 神在这里说 抵挡神的人 神所不喜悦的 属肉体的人 像什么呢 像虫杂的荆棘 又像什么呢 又像喝醉了的人 喝醉 你知道这个喝醉 就是讲到一个人 不能够控制自己 一个人被这个 自我 一个人被骄傲 一个人被怒气 一个人被自己 内心的伤痛 都可以让我们喝醉 都可以管制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管自己 一句话 一个小事 就可以让我们火爆山藏 完全失去了 自我控制的能力 这叫喝醉 不只是喝酒喝醉 很多时候 我们喝自己的肉体 自己的罪恶 也可以喝醉 那一个人 为什么会喝醉 你知道吗 一个人会喝醉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一个人 对自己的评价 不够好 他根本不认识他自己 常常喝醉的人 都会说 我没有醉 没有问题 再来一杯 一个不认识自己的 有限的人 是一个会喝醉的人 弟兄姊妹 你知道 不要以为 不信主的人会喝醉 今天很多基督徒 虽然不喝酒 却常常不认识自己 常常高估了自己 常常以为自己很本事 结果 喝醉了 完全不能控制自己 给自己带来许多的后悔 很伤感情的事情 那个结局是什么 全然烧灭 你知道后来 当马代波斯跟巴比伦帝国 他们去围攻尼尼威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终于打尽了尼尼威以后 尼尼威的王 把他所有的一切宫殿都烧了 而巴比伦进去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 让那个宫殿烧 他们把整个城后来都烧掉 所以先知在这里 很早就预言了 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几百年就说 将来有一天 尼尼威要全然地被烧灭 然后十一节说 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 图谋邪恶 设恶计 攻击耶和华 耶和华如此说 尼尼威虽然势力充足 人数繁多 也被减除归于无有 那这一个人 圣经学者就认为 就是亚述王西纳基利 在西西加王在位 十四年的时候 率领大军攻打犹太国 他就派出了他的一个主将 叫拉伯沙基的 那么我们前面也说过 他的这个主将拉伯沙基 他就嘲笑西西加王 嘲笑他的盟国 嘲笑他的宗教 嘲笑他的复兴 嘲笑他的神 有圣经学者相信 拉伯沙基可能是一个 背叛的犹太人 不只是因为他能够说 流利的希伯来文 当时的通用语是亚兰文 而一般的人是 对希伯来文没有什么兴趣 也是因为他了解 西西加在宗教改革上 所做的许多的细节 所以他那个时候 嘲笑他非常厉害 他说 你有哪一个神 能够救他们脱离 我们这个亚述王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就有这个本领吗 而且他还嘲笑他们说 现在你把档头给我们的主 我的王亚述王 我给你两千匹马 看你有没有骑马的人够不够 那你怎么来跟我打呢 所以他们是非常狂妄地 在说这些话 亚述帝国打仗 他们很多的武器 那么在大英历史博物馆里面 到现在还留下 许多他们所用的那些云梯 各样的武器 他们打仗有经验 武器 后勤 训练都很好 所以他们可以打长期仗 当他们碰到耶路撒冷 这种三层不容易攻的时候 他们就围城 他们的战略就是等到 城中的人都饿死了 最后没办法就乖乖投降 这是他们的战略 但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派出一个灭命的天使 一个晚上就杀了18万5千人 把亚述军队彻底地毁了 这是记载在《猎王记》下 19章35节 所以耶和华说什么呢 雅西尼尼威虽然势力充足 人数凡多 耶和华说什么呢 没用 也必被剪除归于无有 神说有就有 命令就理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 那么在第十四节 耶和华已经出令 指着尼尼威虽说 你名下的人 必不留后 我必从你神的庙中 除灭雕刻的偶像 和铸造的偶像 我必因你毕露 使你归于坟墓 《猎王记》十九章 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那里说 亚述王西拿基利 就拔营回去 住在尼尼威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 他儿子亚德米勒 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 就逃到亚拉拉帝 他儿子以撒哈顿 接续他作王 所以 这个人兴起来 他来抵挡神 他来攻击神 神说 我要对付他 毕露 从你神的庙中 除灭雕刻的偶像 和铸造的偶像 我必因你的毕露 使你归于坟墓 你的毕露 毕露这个字 原文就指没有分量 直到有亏欠 有缺欠 在《弹一礼记》里面 《弹一礼书》里面 五章二十七节 那个亏欠那个字 就是毕露这个字 尼尼威 他们依靠偶像 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 一切的庙都给烧光 他们曾经称霸天下 最后在神的眼中看 却是毫无价值 只有亏欠 整个尼尼威城 从此 就在历史中消失 一直到1840年 才被考古学家 重新挖出来 所以神对着 尼尼威的计划 目的 就是要彻底地 把它毁灭 神对着选民 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这里说 犹大 我虽然使你受苦 却不再使你受苦 现在我必从你景象上 折断他的恶 扭断他的绳索 以色列的百姓 背叛神 以色列的百姓 拜偶像 神不得已 只有兴起亚述帝国 来管教他们 但是神对着选民 有一个宣告 神对着他选民 有一个目的 就是告诉他说 我虽然曾经 使你受了苦 却不再使你受苦 我要让 我要使你挽回 我要使你 不再受他的控制 看啊 有报好信 传平安的人 脚登山说 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气 还你所许的愿吧 因为那恶人 不再从你中间经过 他已经灭绝 静静了 以赛亚书五十二章 第七节 那报福音 传平安 报好信 传救恩的 对西安说 你的神做亡了 这人的脚登山 何等加美 这些圣经都是告诉我们说 将来有一天 弥赛亚要回来的时候 这个好消息要告诉我们 没有人 没有人 在受罪恶的捆绑 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 都能够得到释放 传使人 罪得赦免的福音 是一件 何等美丽的事 拿红 指着尼尼威的败亡 这是一个福音 是因为基督已经得生 邪恶已经被消灭 神说 犹太人 可以守你的节期 还你所许的愿吧 守节还愿 都是旧约子民 对着耶和华敬拜的一部分 神 给人恩典 给他子民恩典的时候 神的子民 就应该来敬拜神 神的子民 就应该来感谢神 而不是 因着神给我们的祝福 却忘记神 这是 神借着拿红 对他子民所说的话 要守你的节期 还你所许的愿 当邪恶 被除去的时候 当神审判 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时候 对着世界而言 是个坏消息 对着神的子民而言 这是个大好的消息 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危 我们低头老高 亲爱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一个有计划的神 你所做的事 一定要做成 我们等候这个好消息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临到我们的教会 临到我们的社会 也临到我们的国家 但愿一切的邪恶 一切的不公不义 都被你除去 但愿属你的子民 能够在恩典中 常常来敬拜你 来感谢你 我们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再见了 愿神祝福您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 祂的道路 因为血液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眼语比处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眼语比处耶路撒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